對男生來講是比較無害感 比較沒有什麼殺傷力 你們很奇怪耶 就是喜歡女生帶你來柔弱嘛 真是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豆莉小王朵蓮兒 很久沒有唇彩試色了啦 現在很多品牌都有出不掉是不是 但是所有用下來我真的最喜歡Mabelick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歡它的質地 或是覺得太乾 那就是你們的個人問題OK 我是覺得很好用啦 基本上呢我出門跟朋友吃飯 我都會擦上Mabelick的這系列 他們也有出新色 然後這次出了五個顏色 色調都是粉調 都是偏那種比較春天的顏色 小屁啊你小屁啊 好的我要試色馬上被嘲笑是怎樣 你也是要參與的OK 就是這五種放帶起來喔 就是這五個顏色喔 我還是來唸一下它的全名好了 全球No.1的液態唇膏霸主 仙女莓果系全新五色 喔我的劉海 雖然我個人是覺得粉色應該都不太會失敗 因為男生只看得到粉紅色跟紅色啊 是不是 是嗎 是啊 你們其他顏色都看不懂 例如土色完全看不懂 一樣有我愛的牛奶糖味 但是有些人不喜歡這個味道覺得很臭 但我個人覺得超香 第一百五十號呢名稱叫智者 擦上去呢 感覺就是很有智慧的人 我覺得這個擦去慾慧完全不會失敗啊 基本款 還可以啊 還可以而已 才還可以喔 對啊 不覺得很美嗎 OK啦 也沒有到很美 也沒有到很美 你眼睛瞎了嗎 很美啊 可能我比較不喜歡那個顏色吧 男生女生喜好就是很不一樣 我個人是覺得這支很漂亮 這女靈啊 我就是一個 影視禮吧 影視禮自己講 許瑩寶家 那這個顏色 我個人看的是有一點怕怕的 好 這個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像我在擦這種唇擦 我個人都不是很喜歡 厚擦 那我覺得 薄薄的擦 它的那個霧感會比較好看 嗯 愛 這顏色 我覺得 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 很像什麼美少女戰士 或是愛天使傳說之類的漫畫人物會擦臉 顏色 柳薄你看 怎麼樣 這不行 柳薄也覺得這不行 怎麼樣不行 好粉 很粉對不對 有點太過 桃粉色了 下面一位 我以前喜歡的顏色都是像剛剛那種桃色 比較鮮艷顏色 啊 這隻是氣質色耶 我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擦起來好溫柔喔 有的這種裸粉 擦上去的時候會像神餅 沒有血色的感覺 但是它是有血色的裸色 會讓你看起來很無害很溫柔 不會有很強勢的感覺 這隻我蠻喜歡的 170號 再畫那種很濃烈的眼妝可以搭配 這隻就是氣質100啊 柳薄你怎麼看 這隻 比上兩隻好蠻多的 喔你喜歡這隻是不是 那給你感覺是什麼 沒有那麼荒唐 男生其實不太喜歡太強勢的唇彩是嗎 對啊 這個比較有一點 比較有氣質一點 比較有氣質 就是氣質100對不對 85 85 啊哈哈才85 哇這隻擦上去真的是 很有氣質耶 又不會說很暗淡 這隻很適合那種 如果你是很怕擦顯眼的唇彩的話 這隻還蠻適合你的 擦上去你就是氣質小姐姐 這一隻呢是175號 然後它叫探險家 它是主打色 這是帶橘的裸 這隻顏色跟上一隻顏色還蠻像 是同類型都是屬於裸色的 這隻單擦的話我覺得普通的 對我來講我比較不喜歡蛋擦 我可能會搭配其他深的顏色做搭配 可能會發揮的更好 裸軒怎麼看 等一下你喜歡這個 蛤 也不錯啊 也不錯喔 為什麼 你就是根本就是喜歡蛋的啊 是不是 不錯啊 那你覺得跟剛剛上一隻哪一隻比較好看 我喜歡剛剛上一隻 你喜歡上一隻對不對 那這一隻也不錯 那不錯點是什麼 就看起來比較柔和吧 這一隻跟前面一隻都是屬於柔和系的 比較不會一眼就看到 你水唇是擦什麼顏色 對男生來講就是比較無害感 比較沒有什麼 殺傷力 你們很奇怪 這水女就帶起來柔弱嘛 真是的 哎呦 這隻是180號革命家 欸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名字好熟悉喔 是不是前面幾隻又有叫什麼革命家 還是什麼家 這隻暴羅 哇 哇這隻我擦起來好像生病喔 我天啊 我天啊 不知道你們在鏡頭上面看起來怎麼樣 但是我本人擦起來 你笑命啊 看起來好像生病喔 等一下我放在給你們看 等一下 好像生病喔 劉軒你怎麼看啊 你不要再嘲笑他了 我真的無言以對 無言以對 為什麼 我真的找不到一個非常好的新顏色 就是以無言以對來新顏色 無言以對 你沒事就不要買他了 他就是非常的裸 然後會讓你裸到好像看起來 沒什麼氣色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色 我擦回了剛剛 我喜歡的170號 我來總結一下喔 整體來講呢 我覺得這次出的新色 沒有我特別愛的 好 硬要選 比較值得買 我個人是覺得 是150號 跟170號 如果還沒有用過 這系列唇彩的朋友 我們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上一支影片 有我個人最常用 跟最愛用的顏色 好 這是今天的試色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 記得記得在影片底下 留言 給我關注我的粉絲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喜歡就新影片 記得按鈴鐺 關注追訂閱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拜拜